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Corn of Spirits 我是你们的业余调酒师Thomas 这个星期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小众现代经典调酒 名字叫做死亡与覆税,Death and Texas 这杯酒是在2011年由澳洲著名调酒师Michael Madruzan 他还在Milk & Honey里面工作的时候发明的 这位调酒师我在上个星期南坡的那一期视频有过简单的介绍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那Death and Texas在英文里面其实是一个常用的短语 他一般是放在句子的后面 用来反称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 这个短语最著名的例句莫过于美国国父 Benjamin Franklin写给他朋友信中的这一句话 现在新的宪法已经建立 看起来它应该能够延续到永远 但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 除了死亡与覆税 那做这杯调酒需要用到六种材料 甘心金酒 调和威士忌 甜味美丝 Benetiting 还有橙味苦精 那个黄柠檬是用来装饰的 如果家里没有的话可以忽略 如果我们把这个配方里面的金酒跟调和威士忌 换成黑麦威士忌跟白兰蒂 那就会得到另外一杯非常著名的经典调酒 老广场 VIA CORE 我们先下30毫升的调和威士忌 30毫升的甘心金酒 22.5毫升的甜味美丝 7.5毫升的Benetiting 两个Dash的橙味苦精 加冰搅拌30秒左右 过滤到一个冷冻好的酷杯里面 喷上一点柠檬皮油 最后用柠檬皮油 做一点装饰 这样子一杯Death and Texas就完成了 这杯酒非常优雅平衡 喝起来如丝绸般顺滑 它强劲的酒体会在尾韵 奔发出来 喝起来非常舒服 强烈推荐大家试一下 好了 我的这一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麻烦点赞 投币 跟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